当地时间8月8日,据英媒报道称,梅根·马克尔现在准备两手抓了,在稳固自己的影视制作事业的同时,又不妄想英国王室示好,以便为自己的回归创造机会。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报道称,梅根渴望与威尔士亲王威廉以及王妃凯特弥补关系。 报道引用一位王室内部人士的话称,梅根已经提出了在肯辛顿公租一套公寓的想法,他和哈利会自己装修的。 而梅根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觉得这会让威廉感到欣慰,表明他们是认真的想要回归。 不过哈利这一次却无法和爱妻协调一致,他担心此举会让其成为宫殿的囚犯。 有分析指出,梅根想靠租房来化解矛盾,显然是高估了自己在王室成员心中的地位。 就算是要和解,也需要哈利率先做出姿态,公开承认自己对父亲兄长乃至整个王室的冒犯。 没有哈利,谁会认识梅根? 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王室成员在公开场合都对梅根的42岁生日进行了无视, 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他的祝福,显然是没把他当家人看待。 但一位消息人士告诉,OK,杂志,苏塞克斯公爵仍然担心自己可能成为宫殿的囚犯。 哈利不想成为宫殿的囚犯,内部消息人士称。 这位消息人士继续说道,他和梅根提出在肯辛顿公租一套公寓并自己装修。 他希望这能让威廉高兴,并表明他们在认真考虑回归。 哈利和梅根目前在英国已经没有永久地址。 今年初,哈利的回忆录备胎上架后不久,查尔斯国王就冲两人下了逐克令, 要求他们腾退他们在温莎皇家庄园里的弗洛格摩尔小屋。 前不久,两人最后一批个人物品被运往了他们在蒙特西托的家中, 钥匙也以交还王室,标志着两人正式搬出了弗洛格摩尔小屋。 说到肯辛顿公,那是威廉·哈利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地方, 梅根跟哈利结婚后,也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以隐私为由搬走了。 但从哈利的回忆录备用可以知道,他不是嫌弃那里距离伦敦市中心太近, 而是觉得地方太小了。 分给哈利的公寓的确不大,这让梅根有些失落, 红发王子曾在书中有过描写。 当梅根第一次参观威廉·凯特的公寓时, 他被那些历史悠久且华丽的装饰所震惊了, 而他们的屋子里只有从一家买来的便宜沙发。 不得不说,哈利这么写也带着几分酸气, 同时也是在说明,作为备用的他受到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 只不过原本他是想要被同情的, 但结果却让他失望,很多人评价奇态矫情。 另外,王室专家质疑哈利王子和威廉王子是否有任何和解的可能。 Talk TV的王室编辑莎拉·修森告诉澳大利亚天空新闻, 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损害,伤口太深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治愈这些伤口。 他补充道,而且,在这个阶段, 我只是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双方都有想要结束这种情况并原谅和忘记的愿望。 自去年12月,哈利和梅根为网飞拍摄的六集系列纪录片, 《哈利和梅根首映》, 以及今年1月《哈利王子的回忆录备胎》出版后, 据信哈利王子和威廉王子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 哈利对包括威廉在内的王室成员提出了一系列指控。 最令人震惊的是哈利称威廉为自己的宿敌, 还爆料两兄弟之间曾发生肢体冲突。 哈利爆料说,他和威廉因为对梅根的看法发生激烈争论, 并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 他说,威廉扯断了他的项链,把他一把推倒在地, 压碎了一只狗屎盆子,碎片割伤了他的背部。 苏塞克斯公爵还声称, 威廉王子称梅根很难相处,粗鲁和伤感情, 哈利称威廉这些说法是鹦鹉学舌。 前不久还曾有报道说, 哈利王子曾主动致电威廉王子提议休战, 并提出他和梅根愿意回到伦敦, 在那里为查尔斯国王服务。 不过,这条消息曝光后没几天, 王室就以消息人士出面否认了这一传言, 并说,威廉和哈利两兄弟没有以任何方式相互联系过。 而就在梅根争取两边都要得力的时候, 他却遭遇了新的打击, 哈利的殿下头衔终于被王室的官网删掉了。 事实上,哈利早在梅托结束后不久, 就被当时还在世的女王就剥夺了他以及梅根的殿下头衔, 但不知为何,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王室的官网一直都没有对其加以修改。 而这个重大错误被快报给发现了, 并进行了报道。 很快王室方面就做了更改, 在官网上将哈利的HRH给去掉了, 现在只称呼其为公爵。 而至于官网的负责人员是有意如此, 还是工作疏忽,目前尚不可知。 但不得不说, 即便她早就知道殿下的头衔已经不属于她的了, 这肯定会让梅根的心里很不舒服。 而另外的一则爆料是, 卡米拉王后最近真的病得不轻, 前阵子财产着老国王查尔斯再立遗嘱, 以确保她在查尔斯归西后不受任何人的制约, 安度晚年, 这会又打起皇家财产继承权的主意, 一刻不得安宁。 早前, 预言家们曾经预言, 查尔斯将在2026年逝世, 卡米拉就开始未雨绸缪, 亲夫妻名算账, 但凡是他卡米拉的个人财产和全部珠宝首饰, 都是留给和前夫生的儿孙们, 带安娜的儿孙别想分到一分钱。 据知情人士透露, 对于卡米拉如此霸道的做法, 查尔斯选择不支声, 但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卡米拉再次得寸进尺, 他希望他的儿子汤姆儿子能拥有皇家财产继承权, 毕竟汤姆叫了查尔斯这么多年的父亲, 时常喝寒问暖的, 这么孝顺的妓子哪里找去? 然而, 查尔斯沉默了, 可安妮公主才不会惯着卡米拉, 认她胡作非为。 他认为卡米拉真的病得不轻, 能成为英国的王后已经是民众最后的忍让, 如今还打王室财产的主意, 实在是贪得无厌之极。 作为一位正直的人, 安妮公主坚定地站在了侄子威廉王子这一边, 她不仅向威廉提供了支持, 还在卡米拉使坏的时候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安妮公主一向以正直而坚定的品格著称, 她对于卡米拉王后的种种行径都持有明确的态度, 并专制卡米拉各种不服。 安妮公主坚信, 王室的财富应该传承给真正有资格的继承人, 而不是被用来满足个人私欲。 她认为卡米拉可以把私人财富留给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争夺更多不属于她的财产。 这种不留余地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 让民众对安妮公主的正气和正直产生了深深的敬佩。 安妮公主的支持对于威廉王子来说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中, 有一位如此坚定的亲人站在她的一边, 无疑给予了她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安妮公主办事之公正, 为威廉王子争取了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使她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在威廉王子即将继位的日子里, 安妮公主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她将继续为威廉王子提供支持和指导, 帮助她适应新的角色和责任。 安妮公主的存在对于威廉王子来说, 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和力量。 当然,威廉王子也有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她在军队中服役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领导能力。 她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威廉王子的坚韧和善良品质 将成为她未来领导国家的重要支撑。 不过,有安妮公主在, 卡米拉在猖狂也忌惮三分。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老卡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王室财产继承权, 但是一直过不了威廉这关, 可能威廉王子同意给二哈, 都不会同意给老卡的孩子。 而卡三给出的理由让扎柴有所动, 她表示, 嫁给扎柴后两个孩子缺少了太多母爱, 应该弥补。 现在又有安妮公主插手王室财产继承权, 老卡想为儿子汤姆 谋取王室财产继承权的计划也泡汤了, 坚决不允许非王室成员分到王室财产的一杯羹, 估值联手, 让卡三毫无招架之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